本来这么有优势的棋 曹熹忽然把自己吓死了 他干嘛 从布局开始 曹熹和就下得十分积极主动 这手段将盛情初九段的黑席 塌杀成了两块 看来 今天曹熹和 就是要与盛情初逼平力了 无论气势还是招法 曹熹和都渐渐站起了上方 现在这局势怎么样 盛景初能赢 不好说 小景师兄和小和师兄 都是属于杀气腾腾的 栗战型棋手 今天更是互不相让 曹熹和今天攻得这么猛 他要是知道赢了得跟师傅决赛 坑底的下 小景师兄 小景师兄 上个厕所 去吧 他怎么跑了呢 上厕所去了 人有三级嘛 不是 那他上厕所这时间算谁的呀 没进入读秒 其中不停 当然算他自己的了 谢寒舟已经进决赛了 嗯 就看盛景初能不能见曹熹和了 嗯 我倒挺想看看 曹熹和对战谢老太 我喝了 那你喝了 你喝了 我喝了 我不喝了 曹熹和八段八十手前顺风满番 盛景初九段左下角的黑字 已经积极可危 不过曹熹和去了趟洗手间 回来似乎有些曲奇不定 不知道在犹豫什么 很快 向前探索 将冰都辞国 圣经车队骑行十分敏锐 冰空一挖在来骑包围中挖雪虫一次缝起 淘气和好证忽略了圣经车挖的妙手 这两骑会是局势的转折点吗 曹熹和亭中认父圣经出圣 什么情况 本来这么有优势的棋 曹熹和忽然把自己吓死了 他干什么 曹熹和怎么回事 把自己的吓死 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听路听 优优独播剧场—— 行